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得好 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幸运儿 1994年 人类有幸目睹了宇宙中的迸撞 事件发生在太阳系最大的行星 木星 而撞击它的是一颗彗星 撞击释放的能量还是巨大的惊人 超过了人类的蘑菇云的20亿倍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这场撞击名垂人类的天文式 从距离上算 木星是八大行星里的第五颗 从体积上看 木星是当之无愧的大哥 地球的体积是木星的1316分之一 质量是木星的317分之一 其他七个行星加起来的总质量 也只有木星的五分之二 木星自身质量就占据太阳系总质量的千分之一 也就是0.1% 这是什么概念 太阳质量占据太阳系总质量的99% 也就是剩下的那1% 木星就瓜分了1% 木星虽然很大也很重 但它的密度并不大 每立方厘米只有一点三克 木星是气体星球 人类就算是发射了探测器上去 永远没有办法登陆木星 因为没有陆地 组成木星的主要成分是氢气、氦气、甲烷、蚁烷 可能还有水 因为不是岩石星球 几乎可以肯定木星上没有任何生命存在 木星的自转周期大约10个小时 公转周期11年多一点 因为距离太阳的距离太远 木星的温度很低 表面平均气温零下108摄氏度 虽然是一颗气体星球还非常的冷 可木星依旧有四季 并且四季还很容易分辨 因为可以看它大红斑的颜色 大红斑是木星的标志 但凡木星出现的地方 一定都有斑那边展现 说是大红斑 其实它本质也是气体 是木星大气出现的一个气旋 自人类观察木星开始 这块斑就存在 它每六个地球日就会逆时针 旋转一周 名字叫大红斑 它的颜色大部分时间 是偏淡的橘黄或者是黄色 有时会呈现鲜艳的红色 关于大红斑是怎样形成的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彗星是一种很神秘的天体 许多人会把它和陨石搞混 认为它就是发光的陨石 然而彗星和陨石有本质区别 陨石之所以叫陨石 其主要成分是岩石 而且陨石是落在地球上之后的名字 在宇宙中它叫小天体 小天体在穿越地球大气层的时候 因为摩擦生热燃烧才发出光亮 这个时候叫流星 流星没有燃烧完全落在地上 这个时候才叫陨石 但彗星不一样 彗星的主要成分是气体 宇宙中太冷了 气体成形固态 夹杂着一些岩石颗粒 在靠近太阳的时候 这些固体神华 从本体上分离出来 形成一条长长的尾巴 叫做彗位 而那些夹杂在里面的岩石颗粒 就会被甩出来 如果落到地球大气里 就会形成流星域 彗星基本上都有尾巴 只不过根据自身成分的不同 长度也会有区别 彗星有自己的轨道 只有椭圆轨道的彗星 是轴旗性彗星 另外两种非轴旗性彗星的轨道 是双曲线和刨物线 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 宇宙中的彗星数量有很多 但人类观察到的只有1600颗 原因在于彗星起源的地方 距离我们很远 现在比较认同的说法 奥尔特星云是彗星的故乡 那里是太阳系的边界 它们主要受到海王星引力的影响 只有很少一部分受到木星和太阳的影响 来到距离地球比较近的地方 彗星也和星体发生碰撞 有一种说法 就是地球刚诞生之际 一颗带冰的彗星与早期的地球碰撞 将水留在了地球上 这便是原始海洋 彗星上还带有氨气 氢气 二氧化碳等物质 这些很有可能是合成早期生命 所需要的原材料 所以彗星也有可能是生命起源的关键 当年撞击地球的彗星 早已经没有了踪迹 想要证明 必须找到相应的证据 不过人类很幸运 在1994年亲自目睹了彗星与行星碰撞 这次被碰撞的是木星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近距离目睹的宇宙事件 苏梅克列为9号彗星 编号SL9 直径有1.8公里 于1993年3月24号被发现 原本SL9是一颗周期性卫星 诞生在距离太阳很遥远的地方 可能是奥尔特星云 SL9号彗星在经过木星的时候 距离木星只有4公里 木星是太阳系引力最大的行星 有78颗天然卫星 4公里的距离 彗星完全无法逃脱 SL9号彗星在进入木星的引力范围内 被木星强大的引力撕成了21枚碎片 这些碎片进入木星的大气层 很大一部分在和大气中的 气体粒子摩擦的时候 便消失殆尽 可仍然有很多枚碎片 陆续撞击到了木星表面 碎片在木星的南半球相撞 从天文望远镜上 可以看见一团火花在木星的南边生气 这些碎片被按照字母进行编号 其中最大的一块编号为G 单单是碎片G的撞击能量 就和6万亿吨TNT相当 撞击瞬间 一向冰冷的木星表面 温度飙升到3000摄氏度 这场撞击 从1994年7月17号4015分 持续到22号8012分 超过了20亿颗核弹头 或40万亿吨TNT释放的能量 当时参与观察的天文学家们 都非常庆幸 这次撞击不是发生在地球上 不然以地球的小板块 根本抗击不过一块小碎片的撞击 而且地球的引力还不足以 撕碎苏梅克列为9号彗星 如果真的想撞 地球可能就此毁灭 其实根据后来天文学家的计算 早在1992年 苏梅克列为9号彗星 就已经来到了太阳系内 被木星所俘获 围绕木星进行运动 只是大家都很好奇 为何在此之前 没有天文设备直送到它呢 大多数天文学家都认为 它离木星的距离太近了 加之木星有78颗卫星环绕 很有可能遮挡了它的运行轨迹 这场彗星撞击木星的天文器官 被当时的多个太空探测器拍到 新闻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是人类历史上最清晰的一次宇宙现象 也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 虽然主角不是地球 这次撞击仍然可以给我们很多相关知识 虽然木星是一颗气体星球 但是这次撞击仍然使它伤痕累累 每个撞击它的碎片 都给它留下了直径1万公里以上的撞击坑 最大的更是有3万公里 这些撞击坑的大小 基本上超过了地球的直径1.3万公里 撞击扰乱了木星原本的大气层 撞击的火光更是让木星的亮度提升 整个木星的电磁波环境紊乱 这些火光辐射出来的电磁波会来到地球上 撞击发生的过程中 地球上的很多设备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电磁波而受到干扰 同时也干扰了正在太空中执行任务的其他器材 不管是围绕地球的人造卫星 还是当时在附近行星工作的火星车 围绕土星的卡西尼 包括此时距离木星已经60亿公里的旅行者2号 都能不同程度的接受到木星的电磁波 而当时正在木星执行任务的地加利略号探测器 共是全程的跟踪报道 此次撞击活动 向个前线记者 为地球送回第一手消息 木星由于距离太阳太远 自身又是气体星球 因此不可能孕育出生命 然而木星却保护了另一颗行星上的生命 被保护的行星就是地球 很多人都认为 地球能够孕育出生命 是地球和太阳的功劳 其实这里面还有其他几个行星的参与 而木星在里面扮演的就是大哥的身份 在距今6500万年前 一颗小行星撞击到地球 引发了白恶寂寞大灭绝 又称第五次生命大灭绝 这场灾难一举终结了恐龙长达1.6亿年的统治 这颗小行星造成的撞击坑 直径只有10公里 如果想象一下 当时撞击地球的是SL9号彗星 根据它留在木星上的伤痕 几个地球都不够它撞 天文学家们说 这不是木星第一次被彗星撞击 在过去的40亿年时间里 木星遭遇过多次撞击 重要原因是被撞击的几率远高于太阳系其他行星 因为其体积巨大 其次还有木星的引力也非常大 一些小行星或者彗星被吸引进入木星的轨道 要么围绕它转 要么承受不住巨大的引力直接撞向木星 而这些被吸引的天体中 有很多可能撞向地球 也就是说 在过去40亿多年的时间里 木星替地球阻挡了多次撞击 木星巨大的质量让其拥有了超大的引力 在它和木星之间有一个小行星带 里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行星 形状并不规则 这些小行星是早期太阳系星云里 没能形成行星的碎片们 因为被太阳引力和木星引力共同束缚 基本上很难离开这里 如果哪一天木星的引力消失或者减弱了 这些小行星受到的太阳引力的吸引 进入木星轨道以内 届时被撞击的最惨的就是地球 因为在这个范围内 地球的体积最大 被撞击的概率超过另外三颗行星 可以说 木星就像是一个大哥 为地球保下护航 遗到了很多次潜在的危险 生命能够在地球上生生不息31年 木星也有一份功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